- 今天小朋友们分享 - 今天小朋友们分享 - 我要给我自己2020年设定的一些新的目标 - 可以用发布出去的影片来编册自己要完成一些事情 - 然后给自己设立的目标 - 中共分成三个part - 用工作的部分 - 对于基建的部分 - 还有对于生活习惯和一些小琐碎杂事的部分 - 那我们先从工作的开始好了 - 第一个给2020年的目标是我想要架设自己的网站 - 其实架设网站对于我学设计 - 又懂一些网页语法来讲 - 应该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- 我是想要架设一个网站上面有专门记录一些图文 - 就是把我影片的一些内容 - 弄成精华,放成图文版这样子 - 我一直迟迟不开工这件事情 - 可能是因为我对于设计 - 就是有一种想要做到最好 - 然后就会觉得好麻烦 - 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在上面 - 就会一直不想开工 - 所以既然我在这边立了目标呢 - 我就想要做到最好 - 好那这是第一个目标 - 请大家拭目以待 - 第二个呢我想要更好的经营Instagram - 身为一个萧萧的influencer - 萧萧萧萧萧萧的公众人物 - 我对于经营IG这一块 - 好像是我比较loss掉的部分 - 很多对极简,对应思 - 对我的生活有兴趣的人 - 可能看到我的Instagram - 都会不太知道这个人到底在干嘛 - 内容太不像一个有在经营Instagram的人了 - 就期望我在2020年 - 在Instagram上面可以更好的用图文 - 来跟大家分享 - 不管是生活啊、印思、极简这方面的议题 - 第三个目标 - 这个目标很小 - 但是如果我不列出来的话 - 我觉得我就一直都不会去做 - 要把YouTube上面的banner给换成一个 - 比较符合我现在频道的banner - 那个banner是 - 比较符合我之前频道还在做 - 瑞士交换资讯的时候的banner吧 - 第四个比较不是一个实质的目标 - 是我希望我可以在明年一整年都持续做的事情 - 可以继续把基建啊、Lessismo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- 跟思维继续推广出去 - 我知道我的力量可能很微薄 - 但是每当有人告诉我说 - 他们因为看了我的影片 - 然后购物并发症之类的 - 有受到很大的减换 - 我就觉得哇天呐 - 原来我也影响了不少人 - 那我就希望我真的可以用我自己小小的力量 - 去帮助那些跟我以前有类似的困扰 - 被物欲产生 - 然后要用物品来满足自我价值 - 欲望的一些女孩子 - 或是任何一些人这样 - 再来第五个工作目标是跟YouTube有关 - 就是我希望可以维持像2019年一样的合作数量 - 很多YouTuber或是观众都会好奇有跟我聊过 - 说你做极简 - 你这样子要怎么卖东西 - 你要怎么接合作啊 - 如大家所知 - 我只接我真正喜欢跟认同的产品合作 - 跟一些服务的合作 - 确实会比别人难接 - 然后我要顾虑的点也会比别人还要多 - 因为我也是推极简 - 我不想要去强调你什么非买非买 - 这个产品不可啊 - 对所以在融合合作上面的部分 - 我觉得也是会比部分的YouTuber还要再来的困难一些 - 但因为截至2019年目前的合作 - 我觉得大家给我的反馈都还蛮正面的 - 我就希望2020年也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 - 虽然有合作但是很舒服的方式 - 好第六个工作上面的也是跟YouTube有关 - 就是回留言和私讯要更加积极一点点 - 虽然从有手机网络这些东西开始 - 我一直就不是一个会花超级多时间精力在社群软体上面的人 - 但是我觉得因为我是做YouTube这个关系 -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有义务要去更加积极的回复很多留言 - 尤其是对我表示感谢的观众 - 我常会收到什么一整封就是满满几千字这样子的回应 - 我当然不是说不好 - 我超级喜欢超级超级喜欢看这样子的回复跟留言 - 但是我有一个很严重的毛病 - 就是你如果留言给我越认真 - 我就会觉得哇我一定要跟你一样认真的回复你 - 你知道就是如果你写给我几千字 - 我就会想回血给你几千字这样 - 所以想要认真回就无配感立刻点开 - 唉 总之呢我希望可以把回复私讯跟留言之类的 - 比例跟频率速度再抓得更稳一些 - 第七个呢也是跟YouTube关系 - 我要更冷静的面对留言 - 不要冲动的回复 - 不要冲动回复一些很讨厌的留言 - 真的好难喔 - 有一些很坏心的留言 - 我真的会很想要删掉 - 或是就是很想要回呛一句 - 我虽然是不太会去回那些酸民 - 或者是那种自以为的建议 - 但是我内心其实还是很纠结 - 我多半的时候心情是会受影响的 - 所以我希望我这方面真的可以再加油 - 以前我有一支爆红过 - 那个被投的那支影片发生过之后 - 我真的觉得容忍力好像变高了 - 不好的留言 - 所以我可以再多沉稳的去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- 好 再来最后一个工作 - 是减少逐字稿的拍片方式 - 学会和镜头相处 - 这个不说你们可能不会晓得 - 我很多很多在拍的影片 - 我都是旁边有一台电脑 - 在这边 - 然后上面就会有满满的文字 - 就是像大字报那样子的稿子在旁边 - 然后我就看个三四句 - 然后再回来镜头背起来 - 然后再念三四句这样子的方式在拍片 - 对于很多YouTuber来讲 - 就是我这样子的方式到底在干嘛 - 因为很多人都是想好主题 - 想好大工作就对着镜头看看而谈 -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- 我虽然已经经历YouTube两年 - 但是我常面对镜头我脑袋就是一片叭掉就空了 - 在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 - 已经有一些影片是写大纲而已 - 就是我大字报只有大纲 - 其他内容我要面对镜头的时候直接讲出来 - 只是送离的影片 - 但是就是完全没有组字稿的 - 口条在做YouTube上面 - 真的是很需要被训练的一点 - YouTube真的是一个综合能力要很高才能做的工作 - 再来到极简目标的方面 - 首先第一个就是 - 我很希望我可以多认识一些极简主义者在现实生活 - 我觉得志同道合的人聊天的时候真的感觉太棒了 - 像我自己很喜欢玩游戏 - 所以跟游戏的朋友有很多游戏的共通话题 - 所以我也希望在极简这个部分上 - 可以跟极简的朋友有很多共通的话题 - 总之我在现实生活中 - 还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的那种朋友是跟极简有关的 -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认识几个 - 第二个目标呢是 - 我很想要成为月亮杯的使用者 - 月亮杯就是女生生理期来的时候比较环保的一种选择 - 之前分享50个我不再买的东西这支影片的时候 - 我就有提及我很想要试试看 - 简化掉一次性的卫生棉 - 很多很多月亮杯的使用者就有跑过来跟我讲说 - 真的可以试试看很舒服啊等等 - 我就希望我可以在2020年改变我生理期用品这件事情 - 最后第三个部分是一些生活日常的小琐事 - 第一个是改善驼背 - 不认识我的人 - 有没有实际看过我的人不知道 - 我是一个很容易背就凹下去的女生 - 因为我很长时间就坐在电脑前 - 有没有那个背就这样 - 嗯 - 我被好几年了真的是好几年在算的 - 所以要我突然改变真的还蛮困难 - 我希望我可以在这边发下横事 - 就是我希望我在2020年有一个确切的改变 - 就是我的驼背真的要改变我 - 我不希望以后我在什么结婚典礼 - 还是什么主持台上面 - 然后你知道就一个熊在那边这样 - 在第二个生活上面的小小目标 - 就是我希望我要读15本书 - 这个对于我本来之前不是一个那么平凡在看说的人来讲 - 算是一个挑战吧 - 但是自从有一次我跟Selina一起拍片的时候 - 他就说投资可以从投资自己开始 - 我觉得习惯充实的时候 - 你就会一直想要充实自己 - 因为你永远觉得自己还不够 - 可是如果你习惯颓上的话 - 你就会一直习惯颓上的状态 - 因为就会觉得永远明天在开始 - 然后2019年的12月 - 我现在拍片这个月 - 总共看了三本书 - 希望这个干净可以一直延续到2020来充实我自己 - 再来第三个目标 - 是我希望我赚的跟存的都要比2019年还要多 - 对于钱这个部分呢 - 我觉得只要有所涨进就可以了 - 再来第四个 -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更常跟我男朋友去看建地跟看房子 - 这个说来我才不知道怎么解释 - 总之就是我男朋友对金融投资理财这方面都很有研究嘛 - 然后我自己个人呢 - 在2019年好不容易有点被转开 - 对投资理财的兴趣了 - 然后他就会很常带我去逛一些什么建地啊 - 重画区之类的地方 - 逛那些地方的时候 - 我就把它当成像约会一样这样子聊天散步 - 然后他就会跟我分享很多房仲啊 - 建商啊 建案啊 - 之类的资讯 - 然后就听着就觉得 - 其实真的还蛮有趣的 - 第五个生活上面的小目标呢 - 就是我希望我2020年一样可以出国两次 - 超喜欢出去看各种国家不同的文化风景这样子 - 好谢谢你们看到这边再来最最最最后一个第六个 - 这个呢讲起来感觉超闹的 - 但是我是很认真的就是我之前偶尔会跟大家提到 - 我有玩国际伺服器的怀旧版风之谷 - 就上面全部都在讲英文 - 然后是玩小时候玩的版本的风之谷这样 - 我真的是在那上面认识了很多很棒的朋友 - 不管是台湾的朋友 - 新马地区的朋友 - 还是来自世界各地什么巴西啊西班牙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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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这真的是带给我除了工作以外 - 休闲上面很大很大的满足 - 总之呢我玩一玩不知不觉就要200等要封顶了 - 嗯 然后我就希望我在封顶了之后 - 可以减少一些玩游戏的时间 - 因为我在2019年下半年可以说是玩的蛮疯的 - 可能应该真的很少人听得懂我这个新年的愿望 - 到底在许什么中 - 这就是希望可以封顶 - 封顶完之后要适当的休息 - 以上就是这一次给你们分享 - 我自己个人对于2020年的一些规划跟目标 - 那希望你们自己也有自己的新年规划跟目标 - 我们先不要论之后会不会做到 - 但是反正新年的时候你光是有这些想法去执行 - 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- 好那就谢谢你们收看跟听我像聊天的一样 - 分享这些事情 -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啰 - 新年快乐 拜拜 -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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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 再见